原油價格昨天跌穿每桶48美元 令加國股市持續偏遠 昨日市中心舉辦一個加國經濟論壇 會上專家表示本國經濟增長前景 受油價下滑而轉出暗淡 他認為油價下跌會衰弱政府收入 影響能源業投資以及製造就業 同時央行會減慢加息的速度 低息環境仍然會支撐樓市 但職位增長減慢 首次置業將會心神 專家建議國民應將省下來的錢 上還房屋貸款以及信用借貸 以防經濟衰退